这里是点灯说声对不起 我要谢谢你 我是叶树珊 这个节目呢 是由点灯基金会和教育广播电台共同制作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一位 说实话不是很好介绍 因为他真的跨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 比方说大家常常提到他是诗人 那在媒体界都会说 他是我们媒体界的前辈 那在学术界呢 又尊称他为林奇样教授 但是文学界 大家见到他都叫他向阳 这个笔名呢 取得真好 今天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向阳老师 你好 苏珊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跨界跨跨跨连接连连连 现在连到了国议会 国家艺术文化基金会 对不对 这是个什么渊源呢 这个是我因为退休了以后呢 国议会要改选 改选国议会的比较特殊 他的董事都是要经过甄选 然后有文化部那边 报请院长行政院长来和平 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被 就表示是过去累积的 这个所谓credibility 大家的信任 所以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都会看到向阳老师 不管是文学的 不管是表演艺术类的 或者是视觉艺术类的 您都会参加 所以你现在的行程应该比以前 纯教授的时候要蛮很多 那当然 可是我看你非常乐在其中 在每一个场合都很开心 然后呢都可以跟所有 不管是办展览或者是办表演 甚至呢做新术发表 都可以做非常非常亲切的互动 我因为兴趣广泛 从小就杂七杂八的都喜欢 对各种不同的艺术形态有兴趣 但是后来我主要的主则 或者主攻呢就是写诗 那就跟文学 然后到教书的时候呢也跟文学 所以这当中有一个断层 到国议会以后呢 因为工作 那也因为我的兴趣 我就等于打开了很多扇窗子 又重新连起来了 而且打开了很多扇窗子 所以过去很多的 你说杂七杂八的兴趣 其实现在又开始有专业的连结了 对对 好像那时候种下了一些粗糙的种子 发了一点小牙 真好 所以啊 真的不要讲年纪 因为刚刚向老师跟我讲说 哦快七十岁了 可是我觉得 好像有的时候越活越精彩 每一个阶段 每个阶段不同的使命跟任务 但是只要心态很健康 然后兴趣一直维持的这种学习求知 就会很快乐 不过刚才因为像老师自己讲到说 小的时候兴趣很广泛 所以每个人都会很好奇 那为什么是诗 尤其我在不同的这个访谈当中 或者是您自己写的这个自传 这些都会提到十三岁 然后呢 去买诗集 一买 买了我们这一位千古诗人 屈原的离骚 然后每个人都讲十三岁 就想要看离骚 这个是什么渊源呢 这也是一个误会 误会 算是美丽的误会 美丽的误会 或者是美丽的错误 我想十三岁呢 我当时呢 在乡下 蓝头县的鹿谷乡 讲七头 大家就很清楚了 是 产茶叶 产茶叶 洞顶乌龙茶 我家呢 开茶行 卖洞顶乌龙茶 但是呢 茶生意不是很好 因为乡下 所以就顺便又 有一排墙壁呢 就卖文具跟书籍 所以我是从国校三人级 一路的读那些要卖的书 要卖的书 不是所谓的教科书 是课外读物 什么都没有机会 所以你们是 一边是茶叶行 一边是办个书店 书跟文具 书店跟文具 我很小就有钢笔 有拍客墨水 我从小就用钢笔 然后就要卖的书 你就先看 对对对 那时候还好 都没有胶膜包起来 那也有好处 因为要卖 所以我就练成一生的功夫 我可以很快速的阅读 而且不会把那个书 而且不能把书有折叶 不留任何痕迹 然后不能有手字 所以要看之前 先把手弄干净 然后看完就再放回去 全书要和原来的差不多 而且还有就是 当邻居 街坊邻居 或者是学校的孩子们 来买书的时候 你还可以介绍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也因为这样 我大概读到了 国校毕业的时候 家里的书被我读完了 都没有新的书进来 我们穷乡僻壤 整个我的那个小村落 只有两家书店 那我总不能再去别家书店 看书 所以我就想 有个办法 每一本书后面 它都有版权页 版权页上面会有地址 我就写信 到台北市重庆南路 这些书店 所有的书店 我全部写信给他们 装得很可怜 我是乡下的小孩 我很喜欢看书 家里的书被我看完了 你们能不能寄目录给我 寄目录 这些书店老板 一个礼拜后都会 回寄给 好有人情味 那是1960年代 你看 现在也会 会吗 现在你点灯 如果听到有个小孩 喜欢读书 你会想办法去 那是点灯 现在的出版社 我们来试试看 了解 我们来找20家出版社 我也来写一下 所以也因为这样 有的老板很好 他会送书给我 小朋友 你要努力 你在穷乡僻壤 多读书 对你是有好处的 你爸爸 这也要感谢 你爸爸 爸爸知不知道你这样 都知道 我爸爸妈妈都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 我喜欢口外读物 包括我会订杂志 他们会在杂志寄来的 封面上 悄悄的写一行字 写什么 我的名字在家里叫 我说一样的 不要讨这么多 监仔书好不好 不要读这么多 闲仔书好不好 闲 闲仔书 看闲书 闲书 因为他不是政科的教科书 他们用文字写 对啊 不敢用讲的 可是文字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我们讲的台语文字 他们是用暗示的 就写在上面 对啊 但是写 样仔 对因为林奇样的样 待会也可以解释一下 爸爸为什么 你取这个名字很特别 你要讲个离骚 讲这么久 对还没进来 而且终于还可以分散出来 好多题目 真有趣 回离骚 回离骚 回到离骚 那我就丑目录 我就从目录啊 去找书 结果我找到第一本书呢 就是你刚提到的 离骚 我看作者屈原 售价15块 很便宜啊 小孩子可以付得起的价钱 小孩子其实也付不起 我那时候面包才1块啊 所以好吧 1960 对对面包1块 对 我也记得 我差不多那个年代 我家里因为也卖邮票 我就用邮票当成现金 所以我也不用花我的钱 那我家门口就有邮筒啊 我们是邮政代办处啊 你看我家什么都有啊 林爸爸好 林妈妈好 然后就寄出去啦 好七天 因为那个年代 我们的印象就是 每次都要七天才会到 七天来回 我们又在乡下 哇一看 吓死我了 一本很薄的书 非常薄 怎么样 差不多啊 然后呢 它是明朝的科版 也就是说 它是明科的版本 在复印 叫那个明科 复科啦 复科 那个叫复科版 那复科本呢 上面没有注音 没有斗点 没有作者介绍 没有体质 没有各种 对嘛 因为它复科啊 不是说后面家 明朝的人读的吧 对明朝 当时时代的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读的 对 那怎么办呢 我看了以后啊 很很 很纳闷啊 不知道怎么办 十三岁 后来我就想 古人不是说 你把书啊 把它背起来 背 背了以后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想啊 我就用背了吧 那要背之前呢 我要先查生字 然后要 要点书了 就是要 顿点 下段落啦 顿点 据点这样 那你怎么知道 下顿点 幸好有一个西在那边 对 什么什么西 一高阳之苗一西 与镇皇考约伯雍 所以西就是顿 那同样的字底下 那就是据点 你花多少时间 figure out 猜想的 我先把 整个先看一遍 生字全部要弄清楚 所以要查字典 你记得查了多少生字 不少 因为对 国中一年级 那时候还叫初中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国中 我是初中的最后一届 所以查了大概一个礼拜 但是背呢 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我头脑太好了 那时候头脑太好了 现在还可以吗 现在不行了 对 十几岁的头脑 跟70岁的头脑 实在不一样 没错 就是从国校六年级 一直到18岁 这是人生啊 头脑最柔软的时候 等一下 用背 通常我们都觉得 你要理解才能背 可是小孩子 有的时候背 你看他们背唐诗 他也是直接背 不见得理解 对不对 我看很多两三岁了 你跟他解释 他就懂了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 可是背完了还是不懂 你没有去问你的国文老师 我没有 为什么 你就从小就是这么独立 我从国小到高中了 我都不找老师 那你自己后来当老师 我刚刚还讲了 我硕博士也没有找老师 对你自己当老师 也不要学生来找你 很逼 很逼 这个应该不是点灯的风格 好 没关系 那李梢结果呢 好 我就想 背起来了 背了还不懂 还有个办法 抄 我把它当经书来抄 那抄的时候 就是一面背 一面抄 还是对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抄 对的那个名刻版 对 就一个 我已经背起来了 我生字也查了 我就开始 你用毛笔抄 还是用钢笔 用钢笔 用钢笔 那本笔记本还留着 到现在还留着 真的啊 莫保 但是呢 我后来怎么样呢 自己尝试把它翻译成白话 那是几岁 那是几岁 也是13岁 就是继续了 想把它翻译出来 好 那整个都抄完了以后 不懂啊 所以我就开始要翻译啊 那就去查书 用自己的话来翻译 翻译成白话 那那时候 你找什么样的参考书 来做翻译 我家卖书 那所以 李梢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我就继续在买 李梢的解释 有吗 我记得有苏雪林的 李梢的译本 有译本 然后用那个 但是他的翻译的方式 我不喜欢 我用自己的白话来翻 哇 我有参考 然后这样 我就开始想说 很生气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那15块 还没有完全弄通 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当诗人 这个很奇怪 而且要像屈原这样的诗人 没有 没有 不敢这样 没有吗 我是要像屈原一样 写一本 让未来13岁的小孩 背也背不懂 抄也抄不懂的诗 好 到现在人不改旗帜吗 没有啊 你的诗很容易看懂 对啊 其实我的诗是非常白 我是白居易 我想改笔 叫白开水 太可爱了 所以那个时候 等一下 立定志向 要当诗人 而且 这很恐怖 始终 没有后悔过 对 对不对 但是你后来 也开创了一个风格 因为我的印象里 这样算起来也是 三十四 四十年了 好 干嘛要这样提醒我 四十年前 我也曾经访问过向阳 那时候呢 向阳老师就是在节目里面 朗诵 他的台语诗 而这台语诗 之所以能够公开 这样的朗诵 或者被大家的这个传播 其实向阳老师 是非常重要的 pioneer 是一个先驱 但是那个时候 所谓的 当在当时的 加个 quotation mark 就是当时叫做方言诗 对 还没有证明叫做台语诗 而且不能用台语诗 而且叫方言诗 那你就创作 而且有发表 对 那时候因为你已经在自立报系了 对不对 对 对 你找我的时候 我应该在时报周刊 在时报周刊 总之那个时候的媒体 就算有一些 咪咪咪咪的 一些限制 但实际上 总是会有一些弹性 或者是可以冲撞 对 常识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刚刚向阳老师说 你那时候在中广访问我 那时候我第一次到中广上节目 我记忆到今天 那时候中广叫做党营事业 国民党党营事业 可是我不是 还没说 没有说 而且那时候中广的收听率 是全国第一 因为那时候毕竟 他还不只是台湾 有点独占 包括东南亚 对啦 因为他有海外之音 总之他就是有一个独占的市场 在当时 所以你那个时候访问我 然后我没有 我没有被踢出去 我即使在睡梦中 到现在都还记得 诗人讲话就是不一样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向阳老师的时候 我都觉得你好像又换了不一样的事情在做 但实际上贯穿起来回顾这几十年 其实始终坚持 那就是文字 用文字跟大众沟通 不管他的形式是如何 好那回到写诗 十三岁开始立定要到志向当诗人 后来当然就是不管在学校里面 从中学到大学 你一直朝这个方向 很努力 你成立诗社 自己带等等 对 成立诗社 然后办诗刊 我们那个年代高中生没有多少钱 我就磕钢板 然后诗刊的 我们的同仁的诗 我就一个一字都在磕 磕完以后 到那时候叫教务处 叫教务处去印 然后用总务处的纸来印 印完了用订书记订 订完了就变成诗刊 就每一个人一本 你应该也磕过钢板吧 我没有磕过钢板 但是我们的老师有磕过钢板 所以我高中就磕钢板 然后这个就是高中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高中当 那个时候很迷恋诗 我们那几个朋友 就成立了一个诗社 叫迪运诗社 迪子的迪 吹那个运 迪运 迪运诗社 因为那是竹山高中 那都是竹子 南投的竹山高中 所以我们就吹迪运 迪运 那这影响很大 他就等于奠基了我后来 其实还包括了什么 我会进入媒体 当编辑 进入报社 写社论 都跟这个迪运诗刊有关 因为我除了要 我自己也写诗 之外呢 我们迪运每期 社论都是我写的 要写评论 诗刊也要写社论 都是我弄的 所以真的点点滴滴 就是练就了一首快笔 然后我还要编 编我是不是要画图 我要画插画 连插画也都自己画 然后页面的排笔 如果这边多了一块 或者少了一块 我要加入什么东西 这就是编辑 编辑 后来我的工作也有编辑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 大概很难想象 因为现在这一切都可以用电脑做 现在太方便了 电脑排版不要说 对不对 插画 然后直接去抓图 然后到处copy and paste 然后这边截一点 那边放大一点 对不对 哇 那一切都用手来 对 可是话要说回来 这个手感啊 对 很重要 对 对不对 写诗 到现在 您是用电脑打 还是用手写 我早期全部用手写 嗯 但是我后来开始读硕士班的时候呢 就需要打字 所以诗后来也用打字 也用打字的 打完通常我用笔再抄一次 为什么 因为抄的时候可以改 打字的时候会觉得很顺 但是那种打字出来的感觉都是 我们日常看到的语言 虽然我的诗的语言很平白 其实我那里面都暗藏一个小小的玄机 就在改的时候 在用笔记手写的时候 我会把它改一下 哦 比如说我们一般说旅行 我不用旅行 我用行旅 把他导过来 行旅 对 行旅也有各种解释 就一边走一边旅 一边走一边旅 很有趣啊 所以当我们常常在担心 这个ChatGPD 好像要取代了一切的创作 还有包括资料的整理等等的时候 其实在想想向阳老师现在的创作方法 固然是用电脑打 但是呢 在手操的过程当中 也不断的在思考在反出 然后其实让的文字可以更精烈 对 那你有担心 所谓的ChatGPD这种生成事的人 我也试过 我也试过 因为我对电脑的兴趣是很广的 包括早期我自己做网页 我自己架设网站 写程式 不会吧 我知道你什么都会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连 30年前 你30年间就自己加网站 对 我在静怡大学教书的时候 学校发了一个电脑给我 那时候我们就哇太好了 学校因为有可以让我们架设网站的网址 我就想我把我的作品就直接丢到网路上 那要丢到网路上自己要有一个网站 我的第一个网站叫向阳工方 工就是做工的工 方就是土字编的四四方方的方 其实就是workshop workshop对 向阳工方 然后后来就接着做 做了大概有九个网站 现在全部是废墟 因为那个连带 网站要经营 那个连带叫home page home page 可是这些内容都还在 内容全在 对 所以其实现在都可以转换 对 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在想 其实国议会 对我懂 但是国议会 如果能够把这个部分 因为很多向阳老师的诗作 不管是跟歌曲 或者是跟戏剧 都有做一些连结 那也可以成为表演艺术的 或者是视觉艺术的一部分 希望那跟国议会无关 那是我个人的 我懂了 我因为是面对着广大的艺文工作者 是是是 我想起来对 要小心点 不能够工器私用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您的累积 你有算吗 有 有算 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诗作 有多少少 诗作不多 不多吗 我算一下大概诗本诗集而已 诗集就有 对啊 诗本而已 那诗本不多 不多呀 诗集诗本 因为当中我人生的岔路 走过很多 你也知道 到媒体 到媒体的时候 创作会减少 刚讲媒体就包括 刚提到时报周刊 后来自立报系 对 然后接着呢 而且还当 当那个总主笔 对不对 对 要写政论 开始要当那个时事评论家 所以就写政论 批评东批评西 现在看起来自己都觉得很难过 那个时候的工作 接着就去到学界 我是从研究生开始 然后从讲师开始 是最底层 这样要一路爬 爬到教授 可是你30几岁 那时候为什么忽然要去念硕士 当你其实在食物界的地位 已经蛮高的时候 我要念硕士的时候呢 是因为我当总主笔 那总主笔呢 我要接触的主笔 全部都是学界的大佬 是 有的是政治界 有的是经济 有的是社会学界 那他们呢 都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 自由派 我就觉得好羡慕 我也很希望我成为他们 所以呢 总主笔也没有什么事 我就是改改他们的稿子 不是真的改 有些错别自动一下 有些论点 我想说这些老师 怎么可能会让你改他们的东西 可以的因为我总主笔啊 我知道啊 那有些学者是 我就要打电话 要先跟他沟通 我会打电话 包括论点上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他商量 连论点都可以商量 因为报社的社论是代表报社 是吗 对 那如果他们不改 就变成我要写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呢 我就想 假使我能够到学界 那刚好总主笔的工作 也容许我这样 我就跟我们老板 我们的社长 报告说我想去进修 那时候社长是吴峰山先生 我想也是 他也很自由 他很自由 非常support大家 他说好啊 那你是什么样的进修方法 我说在此 所以只是上课的时间 我才去学校 其他都还在报社 是 他说那可以 所以我就读 也因为这样了 我就必须很快的毕业 对不对 所以我读了两年半就毕业 毕业了以后没事啊 刚好正大了 新闻系的博士班在招生 我想我都读到硕士了 就顺便一下吧 那就顺便考考看 没想到考上了 所以我硕士也没有准备 博士也没有准备 都考上了 你好顺便啊 对好顺便 好羡慕啊 不会这个博士一年念了九年 有点久 就非常不顺 因为那时候也 包括人生也不顺 怎么说 39岁我考上了政大 新闻手很高兴啊 可是那年的九月 智力报系倒掉 啊 停堪了 我们还有智力报系的员工上街头 有 我有点印象 对 包括胡言辉啦 律用德啦 我们全部都在街头上 哎呀呀呀 你干嘛提他们两位啊 人家现在都是啊 好好好 因为是董事长 因为是政务委员 对对对 那都是以前的 他都是我老师 年轻的时候的 董事长 田圆辉也当过我老师 一定 他在台大 在新闻 在台大新研所的时候 所以人生就这样啊 那你你到 我到39岁的时候 其实已经到高峰 我心里面想 我人的 我的一生 如果能在智力晚报服务 一生就这个工作 那多么幸福啊 那没有想到 就要给你一个考验 嗯嗯 那可是又有性的地方 因为我考上了 博士班 是 所以呢 我就比较容易转过去 我不用再面对 我丢失工作以后 怎么办 啊 反而可以专心去念博士 嗯 我也很不幸 就是性跟不幸都连在一块 啊 我进入博士班之后呢 博士班规定 前两年不不准有专职 哦 那时候的博士班 是要这样规定的 也就是要求很严格 现在早上没有啊 现在不会了 嗯 现在我也觉得不合理 对 可是没办法 因为他就是认为你要认真读书 懂 所以你不能专职 嗯 不能专职就只有监了 我就到处监 包括监社论的竹笔 监好几家报社的社论 还上call in节目 哎 所以难不倒你啦 就这样要认九年了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制度哦 性跟不性互相陪伴 对对对 但是因为这样的没弹性 所以让你有更多的弹性 去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发展 因为这样才发展到不同领域去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 我很难介绍你 很难界定你 很简单 很难用一个title来介绍 对 很单纯的一位文字工作者 只是他的文字的呈现形式 有各种各样的多元 今天向阳老师其实带来这本 新世纪诗选 很有趣哦 这里面的每一首诗 都是曾经变成歌曲 对 所以你的这个诗作是大家都很喜欢 是先有诗才有曲呢 还是你们当初就已经跟这个 歌曲的创作者讲好了 你帮他配诗 我比较幸运 因为我一开头是要写诗 所以基本上我全部是诗的方式出去 可是有些还不错的作曲家 像李太祥 看到我的橘探 他就直接拿去作曲 那找了当时他的奇遇 他的女弟子 这是奇遇的第一张唱片 第一张唱片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的样子 我看后面也写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对对对 第一张唱片 那个时候他应该还在台大 他还在台大 他还在台大 我还在当兵 你还在当兵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比较幸运 这橘探写出来 他根本不是歌词 但是就是 就是李太祥有那个能力 让他变成歌词 所以算是 很拗口的 算是一个跟跨界的一个合作的开始 没错 当时的李太祥找了罗青的诗 余光中的诗 郑愁语的诗 雅璇的诗 都是赫赫有名的 最年轻的就是我 因为我还在当兵 只有你这首诗就特红 也不叫特红 就是第二红还是第三红 第二红第三红 到现在还可以听得到 还可以听得到 而且都还有人在唱 包括奇遇在演唱会都照唱 这几年当中 奇遇也是我们点灯基金会 过去一电视做节目 在大爱台的时候 在担任我们的主持人 他在很多的演唱会 我们都有去听 我还在中广当主持人的时候 向阳老师就来上节目 当时就跟我们朗诵了许多 他自己创作的台语诗 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坚持用文字做创作 但他的创作除了诗集之外 还包括了各种各样 包括了文学评论 包括政治评论 还有各种各样的时事观察等等 那刚才在上半场节目 结束的时候 他特别点了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他做的诗作 《菊探》 而且呢 当他还是在当兵的时候 这首歌就被李泰祥先生选上 来作为奇遇 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菊探》 那既然诗人来了 还是要请诗人亲自朗诵这首诗作 好 我再补充一下 《菊探》是我写给我当时的女朋友的情课 哎呦 那个方子 方子女士不要听 对 这个女朋友后来就叫做方子女士 哦 难怪 哎呀 你看看 这首诗其实是写给他的 好啦 方子女士呢 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 因为我跟他也认识了很多年 那他过去也是在自立报系担任编辑 也是很棒很棒的文字编辑 但是总觉得呢 他都会把光环让给您 我感觉 当你们出现的时候 那我对不起他 就是你们相互帮衬了 好 所以这首就是写给方子 是的 哎呀 好吧 方子老师请听 好 为大家朗读菊探 所有等待 只为金献菊 微笑着在寒夜里 徐徐绽放 像林中的落叶 轻轻飘下 那种招呼 美如水生 有为带些风的怨真 让人从绝泪咬住的小镜 惊剑成黄的月光 还有傍晚 瞧夫 移下的柴枝 冷冷 欲结着的 吞了色的油漆 走过 走过总是垂法低头 故意是装不来的 林外的溪水 紧紧攀着草叶的几滴泪 此刻在风中瓦解了 你问我扶贫的逻辑 那就是把 露珠向大地沉醉的清晦 而菊 尤其金线菊 是难于等待的 寒冬过了就是春天 我用一生来等你的展颜 谢谢 我用一生来等你的展颜 我用一生来等你展颜 这是奇遇唱的最后的一句 哎呀 难怪会嫁给你 那现在每次到情人节 或者是有节庆的时候 都会送金线菊吗 没有 其实你 我们基本上不过情人节 但是你有送花吗 也没有 送情诗就好了 对 你多久写一首情诗给他 最近有没有写情诗给方子 没有 最近写情诗都是写给不特定的人 都写给孙女咯 对不对 只有写给孙女 那个太太才不会嫉妒 好 这样算起来 这一首诗已经有四十多年前了 对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看一下1978年 1978年我23岁 当兵大头兵 跟我女朋友热恋中 还没结婚 嗯 所以我那时候是靠写诗 靠写诗 大概写了将近十二首还是二十首 忘掉了 后来也还出诗集 都是你的情诗 全部是给他的 好 全部是给 所以 诶 那那本诗集叫什么名字 叫新诗 新诗 新诗 没说出来 新诗 但是已经绝版了 绝版了 已经绝版了 还可以想办法呀 以后再说 再出 以后再说 OK 好 那可是我刚刚有说啊 那你四十年前来上我节目的时候 就是讲台语诗 而且那时候是开创新曲 真的不容易 这次的饭包啦 嗯 然后 你手非常有名 拌的的这个服务啦 嗯 然后还有一首是练给计程车司机的 怎么会记那么清楚 那计程车司机后来有跟我讲 他说他听中广啊 听到有一个人在练 在练计程车 他觉得很有趣 但他不知道我就是那个人 哦 他这样还跟你分享啊 因为中广那时候 已经真的影响无缘弧界 是没错 我去坐计程车才讲去哪里 他就回头说你是叶树山嘛 没错 所以今天来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首 至少一首台语诗献给大家好不好 我觉得那一首短的 对 那刚才跟向老师讨论的时候 他说有一首诗作 居然有不同的作曲家 而且十位哦 十位作曲家都青睐这一首诗 然后有不同的version 不同的这个创作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 你觉得为什么 一般来讲啊 一首歌啊 一首歌的歌词被做过曲子以后 没有人会再想去做啊 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为什么我这首诗 盘黄隆最早做 然后接着后面就一大堆的作曲家跟着来 对啊 那作曲家里面还分啊 有的是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古典乐界那种声乐的做 声乐的 比较深的嗯 那也有流行歌的作法 对 然后又合唱团团本的歌剧的 那有合唱曲本 对 艺术歌曲什么都有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充满感谢 真的哈 大家都这么爱你 对不对 爱我爱爱爱爱这一首 也爱你也爱你的创作对不对 爱这一首对 好 如果他们都爱我 我就会受不了 我们要逃跑 我们是大爱 不是小爱 了解了解 当然是大爱 对然后这一首歌刚刚提到盘黄隆 是第一位作曲家第一位 给您合作的 是 对 那盘黄隆老师的小弟 就是我镜头可不可以转回去 照你自己 照你自己 他不要了 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有video 能够有这个影像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点灯基金会的终身志工 潘志明先生 他的笔名叫做全家福 那这位潘小弟 其实他也有点年纪 但是他是潘黄隆老师的小弟弟 所以刚刚就这样相认了 好有趣 我进来就看到 这个我怎么那么面熟 可是我也不能乱点 世界好有缘 所以潘黄隆老师 而且我看还不止一次 潘黄隆老师用了你的这个诗作 还有其他的 好多 好 那这首诗他一定很好奇 将来 到底哪一首 为什么有十位作曲家 能够有不同的音乐的形式风格 都要用的首歌词 我要感谢这些作曲家们 不管是什么因素 当我在睡不着的时候写的这一首书 却能够感动他们的内在 然后用艺术或者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去表现 我现在为大家来朗读 世界 点正如来的时 就是思念出生的时 窗外的风 沉沉地好 天顶的青 陈陈陈的时 世界 点正如来的时 我在沉沉地的暗门 想起到你 我在睡不着暗门 想到你 想起我们牵手走过的烧路 火简过天顶 照过的餐饥 顶 若然 梦无 与山坡 又有 青山 小岁的 客水 世界 点正 如来的时 哇 好美 短短的一首诗 这写西头 刚刚不经意之间 我也发现 向阳老师的歌喉非常好 那这十个版本当中 哪一首 你的记忆比较深刻 可以 我必须承认 因为十首我都听 听到最后都搞乱了 其中一个版本我记得是 世界 点正如来的时 就是思念 出生的时 我就只记得这一句了 哇 这一句呢 是名歌手 我一下子忘掉他名字 就是在 我看一下这边应该有 在渭水春风 殷正阳 殷正阳当时主唱 他也是主角 就是讲渭水建成歌舞剧那里面的 他演讲渭水 对他演讲渭水 我在那个剧里面呢 渭水春风总共用了我五首诗 那这个是主打曲 主打曲 难怪我也觉得听起来 非常非常耳熟 他是男女对唱 是 对 顺便表彰一下 殷正阳 对他很好 因为他平常 他其实不太会讲台语的 对 但是他为了演那出歌舞剧 他苦练台语 不但说歌词 因为歌词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他所有的对白 他都要学 他全部重新学 所以那个是很厉害 这已经好多年前了 好多年前了 你看我们的印象这么深刻 对不对 那我自己也很感动 因为这一个剧 他们有请我在台下看 我大概看了两三个 我就觉得太感动了 因为我知道他本来不太会讲台语 那他跟洪瑞香 两个的对唱或者表情 或者演出 那种感觉很投入 很自然 然后又把蒋卫水的革命的爱情 又表现出来 那种格局跟胸怀都表达出来 因为你提到洪瑞香 我也是蛮难过的 因为他以前是我们大爱剧场的女主角 结果后来也往生了 所以其实也是很怀念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包括大爱不是有电台吗 是啊 我在那边也碰过你 我就是去殷正阳的节目 有了有了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相逢 就人生何处不相逢 不相逢 对不对 对不对 会觉得有点听不太过瘾 到处都是西北风 到处都是西北风 要不要再来一首 我觉得听得很不过瘾 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 我没问题 再学一个 这首歌好像也是蛮多人 这个不好 不好 这首唐美云唱过 唐美云还找了刘文亮作曲 所以是用歌载调 用歌载调 也可以的 你看我也学到了 这唐美云唱 他唱的比我好多了 很美 我觉得你歌后也非常好 我已经老了 我来练一个秋风 老了不是借口 秋风 唐美云也唱了 你看 但是我没办法用他的曲子唱 这一首后来拿到了 传译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 其实这首诗就比较像游行歌 我前面练了很多 其实都是现代诗 所以因为你的歌词入曲 而得到金曲奖 好像作词 有两次了 入为有四次 作家作词人 得两次 因为有一次更好玩 就是阿爹的奔包 四十年前 我已经在你面前朗读 音乐听 但是没有被做成 那时候有 简上人做的歌 可是流行 那好像做成像童谣一样 对 那到了后头 我六十多岁的时候 得奖 得奖是实情如作的曲子 因为这样得奖 是 所以你两个金曲奖 最佳作词人 然后金鼎奖 金鼎奖零 你看金鼎奖反而没有 很奇怪 连著作都没有 你看 著作有入为过 因为对所有的文字工作者来讲 金鼎奖也算是个目标 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 我因为 你看 也只能怪自己 所以没有 很多人生的一些际遇也好 连结也好 跨界也好 不是刻意的 但它就是可以带来 很棒的一些收获 跟成果 好 那这首 好 我为大家练一首 失恋的诗 是软的诗 叫做 秋风讨不出 我们的胸诗 秋天的风 它五百日 沙漏几山 红乡 凉既既 秋天的风 有名是你 吹过的山轮 吹过的桂金 就是吹啊吹 吹不到 我们的胸诗 我们的胸诗 是红乡一片 对头到尾 都塞到你的名字 秋天的风 真的是你 海温落地 河温湿纸 都是河温 河温 河温出 我们的胸诗 秋天的风 那真正是你 海温落地 河温湿纸 都是河温 河温 北村 我们的胸诗 这首也是在 蒋温温水要过世了 然后 这个 就是音正扬言的 蒋温水 然后旁边呢 就洪瑞湘唱了一首 离别的歌 也是用你的诗 比较悲哀的 对 哇 这样 所以 不管是向阳老师 他用朗读的 或者是刚才哼唱的 我都觉得歌词也美 曲调也美 给了我蛮大的一个动力 要好好来学 至少学几首 用向阳老师的诗作 做出来的美男语歌曲 你可以学 而且很快 非常快 先从歌词开始 因为我的台语实在不行 我可以听 但是我真的不太会讲 我每次讲 人家都当笑话 不会 不要 不要 我一直讲 我们不能说 因为别人讲的腔调 跟我不一样去笑他 就像别人也不能用 我讲的腔调 跟他不一样笑我 对不对 说的也是 是啊 讲实在话 向阳老师的 我们讲说这个国语 或者讲说普通话 北京话 这种的中文 中文的发音 并非非常的标准 可是你刚才在用国语 朗读您自己的诗作的时候 就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也不会说 哪个那个字 咬字不清 不会 所以风格 风格最重要 所以那时候有人要我用 台语播新闻 我这吓死了 我说你那一定会笑死 你想想 我那时候如果逼着自己用台语播 刚刚现在是我的业树生style 不一定 没错 没错 好 许一个小小的愿望 看以后有没有办法全程用台语主持 感谢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 我觉得很困难 哎呀真的是 你只要学上人讲话 就可以很快的学好 那真的不容易了 真的 他的台语非常的好 因为证言上人的用字潜词是非常精亮 而且讲话的那个语调 还有表情 手势都很稳 那是最好学的 台语要学台语就学着他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讲 讲久了你要讲快就很容易了 所以以前我们常听 像上人都是跟我讲台语 是啊 所以台语大概百分之八九十是没有问题 听 但是一说出来 大家就开始这样咽嘴巴这样笑 对对 可能我自己没信心 没有成功最困难的就是因为有一颗害怕的心 今天呢 刚才我们听到像老师在感谢蛮多过去 他们因为欣赏您的诗作 也让您的这些作品有了更多不同形式的呈现 您非常的感谢 还有呢 你就回顾这将近七十年的岁月 我这样听起来 林爸爸林妈妈那时候给了您很多的养分 虽然会在杂志上写 不要花那么多闲钱看这些闲书 但其实他们只是这样说说 他其实还是鼓励的 鼓励加纵容 而且他们养的孩子叛逆性比较强 对还没有讲 爸爸为什么给你取那个样 一个三点水一个养 因为提到养孩子 我的名字啊 叫林奇样 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都有水字边 奇呢就是三点水 加个冰淇淋的那个奇 其他的奇 就是冰淇淋 对 样呢三点水加养乐多的养 难怪你一定要讲冰淇淋跟养乐多 所以很甜 我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我爸爸给我取这么难写的字 你要晓得国民小学的小学生 光写林啊 林还好 他有对称性 那个奇跟样啊 要写很久很久 而且不好写 然后 而且那个样很多人都会念错 都会念成样嘛 对 高中生 奇样无比 没错 你在四十年前就讲这一句话 很残酷的 讲了这句话 我高中生的时候同学 都叫我奇样无比 真的 好记啊 不然真的不好记 我就想为什么我爸爸给你取这个名字呢 后来慢慢的知道 第一个 我好像命中缺水 所以我的名字全部是水 你注意看看南投县出身的一些人 林两岗都是木水水 林佐水 木水水 我是南投县 所以叫林奇样 也是木水水 真的 我们姓林的 又在南投县的 都叫木水水 对 木水水很多 会不会是同一个那个命理老师 或者是姓名专家 有可能 然后后来我在想 要总要给这个名字找到很典雅的 解说 解说 还有典故 来彰显我的名字的高贵 果然被我找到了 在孟子 孟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良心贵得其养 就是没有水的那两个字 其养 良心贵得其养 那因为缺水 所以再加水 其养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有一颗心 这个良心 他必须要不断的去擦它 去养它 像灌溉一样 对 要养它 你不能把它荒废 良心贵得其养 对 其养 那其实那个养 在古代也叫养 所以到底应该念养 养养的养 我们现在都用第三声 在古代它是可以练养的 养就是动词 真的 我都一直念四声 所以 加三连水就要练四声 对 那在教育部的养是第三声 可是在古代呢 如果他做动词的话 就是样 对啊 对 我们之前不想说 父母怎么 指所样吗 对 那是动词 对 看 顺便再上中文课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是很门外汉 我还是老师 可是这样一解释 我相信大家对你的名字 又会更深一步的 理解也好 也会能够有深一层 含义的去思考了 是 好 那感谢 谢谢 感谢的人很多呀 对啊 就全部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亲 他们纵容我 这个纵容呢 是在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有发展 我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很低 他没有上过小学 他是不适智 贫下中了 我母亲呢 是日本年代呢 接受这个日本教育 所以日文非常好 那他们把我这个 我是长子 我比较叛逆 所以他们总是告诉我 这个买啊 买啊 不要这样好吗 用这种方式 那幸好我也都没有走偏 从小 其实我都是优等生 我就算不读书都优等生 太聪明了 所以您说 父亲不是智 但显然基因很好 可是后来他还做生意 还是会计 对啊 他自学 自学 你看而且在家里 就是本来是卖茶 但是他就会想到 他也不要卖别的 他就要卖书 对不对 卖文具 所以您是老大吗 老大 老大 我有另外一个弟弟 老二 你也认识 林玉 也是诗人 对 好棒啊 所以感谢父母亲 真的 另外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拿到 传逸类金曲奖 最佳作词奖的时候 我上台是讲几句话 感谢天 感谢爹 感谢老母跟老婆 就这样 所以另外要感谢天跟地 我们作为人 我们上面有天 底下有地 这三个都顾好 你就非常的稳 其实这也是我们每天眼睛一睁开 要想到 对不对 早上你醒过来看到的是天 出门看到的是地 然后呢 周边是人 你自己有这个呼吸到你这个 是的 对 一呼吸之间 可以听到自己的存在 其实就是要非常的感恩 健康的存在 对不对 好 那如果 还有一点点时间 人生有任何的遗憾 或者想要表达抱歉的对象吗 抱歉的对象也是父母 也是父母 因为父亲早逝 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过世了 所以我的第一本诗集 上面就是献给我的父亲 是 那母亲呢 一生啊 父亲过世以后就单独抚养我们一全家嘛 那四个小孩 然后他在西头 开杂货店 本来在广兴 后来因为西头生意好 就转到西头 是 那就用靠西头的这种杂货店的生意 从早上四点一直到晚上十二点 哇 那店员只有两个 他就这样三个人这样 这样维持 然后像我到台北来的房子 我弟弟到台北的房子 另外老三到台南的房子 妹妹在屏东的房子全部是他买的 哇 他说我觉得 林妈妈好伟大 真的好棒哦 他不但那个时候 你讲的用量的方式教育孩子 他自己让自己这么的辛苦 然后让四个孩子 其实你们都已经工作了 但是他还给你们这么强大的 包括精神上 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没错 哇 听了都好感恩 唯一感谢的就是 他毕竟活也活到八十八岁 但是觉得遗憾的就说 晚年啊 因为我还在台北嘛 所以他没有跟着我 他跟着我妹妹在屏东 在屏东 对对对 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想为人子女儿的时候 这个最大的遗憾 不管是你有没有在父母亲的身边 总是会有一些缺憾 因为我们给父母的爱永远不及他给我们的 永远不够 是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这种感谢 这种遗憾 这种抱歉 也应该是深入每一个人心里面 把握当下 在你周边 你爱的人 只要有机会 请你多花一点时间 多花一点心 在他们的身上 没有任何借口 否则将来也是会遗憾的 是的 完全赞成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向阳老师来参加节目 让我们不但听到他朗诵诗 而且也知道他的歌喉很好 期待 将来是不是有向阳老师的诗作发表会里面 就会有戏剧 有歌曲 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 你自己也可以上台 对不对 大概应该是明年 大概明年会有 真的吗 明年指的是2025年 应该是趋势的文学剧场 文学剧场 你要跟陈一真老师 对对对 好 因为陈一真老师 我也在邀他来上我们的节目 他非常 对对对 他也是一个温暖的人 没错 他也是我这二十几岁就认识的人 是的 怎么回事 我幸运的二十多岁 那时候陈一真还没有趋势科技 还是在天下的出版社 对当根级 对你看 所以认识人要认识早一点 还好我四十年间就认识向阳老师了 再一次谢谢你来下一个节目 谢谢董事长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